所以这次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这个林子明医师来到我们现场呢 教我们做一些就是穴位的按摩 因为我们刚才说就是可能新年期间大家会暴饮暴食啊 然后就变成你会觉得不舒服 就是肚子可能胀胀还是怎么的 就是胀也不是做也不是 是有一些方式可以来舒缓这些不舒服感的吗 可以那在讲这个穴道按摩之前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一个讯息建议 就是说平常像美国的肠胃各消化科的医师他们建议 其实现在每天补充一下肠胃道的益生菌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肠胃道里面有益菌好菌跟坏菌 还有一个叫四肌菌 四肌菌就是这一个墙头草 好菌多的时候它就是好人 对 坏菌多的时候它就做坏人 所以我们补充好菌建立肠胃道一个好菌的环境 这样我们自然免疫力也会比较好 消化系统的这些问题也会比较少 所以这个是透过一些可能我们那些饮料方面都有可能可以补充这个益生菌的吗 是的 饮料或者是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保健的食品 这个都是有益生菌 什么probiotic有没有 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比较脆弱 所以要吃多一点这种东西 你古代好像以前阿嬷那种年代他们也不会跟你说我要吃菌 为什么要吃菌呢 以前可能就是不晓得是菌嘛 像红麴它也是一种菌类 那以前吃红麴就吃红麴不会讲说我吃菌类 红麴菌 对 所以除了吃 那今天医师校来教我们就是可能说止压的一些方式 是的 是穴道上面的一个可能按压 像我们刚刚谈到过年期间有可能暴饮暴食 一下子短时间之内吃了太多的东西 它可能就是顶在胃这个地方就会不舒服就脏气 那我们通过一个穴道 比如说就有点像是这个漏斗 我们沙倒太多下去 如果慢慢倒它就很顺的下去 可是你倒太多它就聚在这里 这时候怎么办就是摇一下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摇一下 对 穴道按摩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首先我们是按哪里 首先介绍给观众朋友的穴道就是在肚子这个地方 肚脊的旁边 我们看过一些健美的先生 他这个很漂亮六块鸡有没有 腹鸡 那六块巧克力腹鸡 那个就是一个叫腹直鸡的边缘 外侧缘 在肚脊平过来的这一个地方 肚脊过去 大横穴 大横穴 对 但是如果没有六块鸡怎么办 对啊 量不到 没关系 所以那就是乳头下来 直直下来的地方 直直下来 跟肚脊交界的地方 这叫大横穴 所以就是你从肚脊这样画一个横线 对对 然后从上面下来一个直线它交界点 就是那个什么大横穴 那如果我们要准确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是肚脊旁开四寸 四寸哦 四寸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横穴 那个腰粗跟细都一样四寸 四寸用自己的手指头两个可以了 三根手指头是两寸 OK 所以就是两个 肚脊两寸过来 再两寸过来 就是四寸了 这是大横穴 其实好像还蛮旁边的 是 就是不像我原本以为说是中间 结果是在这边 压放压放可以怎样 其实这个地方还要再配合另外一个穴道 叫天书穴 是 天书穴是胃经的穴道 就在肚脊旁开两寸的地方 开两寸 刚才两寸的地方 所以就进来啦 一个是三只手指 一个是六只手指后的位置 对对 没错 没错 你理解能力很好 半路啊 一个是半路 一个是胃经的穴道 一个是脾经的穴道 那我们中医讲脾主身轻胃主降着 那一升一降 那自然我们的气机就能够循环 那怎么按呢 我们就是可以用两根手指头这样子 一支压在 一支压在我们的天书穴上 一支压在我们的大横穴上 那顺时钟逆时针转都没关系 这个叫点柔 就是压下去然后 一支压得很大力耶 因为你要压下去嘛 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尽量不要 不要很就是不要留情这样子啦 可以狠心一点点按下去 你要有一点感觉啊 如果是在肚皮表面的话 那就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因为太多脂肪 对啊 稍微压下去就要点 没有效果 像我们这种没有腹肌的人 是不是会比较需要用力一点点 要压下去这个腌肉 要给它就是有一点酸酸 你会感受到那个力度 要多长时间啊 每天压可以吗 一般的话我们可以可以可以 那每次大概是三分钟到五分钟这样子 这个是吃饱前吃饱后 如果吃很饱可以吗 就是我吃很饱我还可以做吗 因为可能我肚子很胀啊 会消化不了还是怎样 其实如果吃很饱的话呢 就不建议 我们就不建议 太饥饿或者是太饱 或者是太疲倦的时候 也不应该 就不建议直接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做 OK 所以可能稍微等一下那个时间过了 或者我们可以换其他的穴道 好 还有什么穴道 像这一个河谷穴 这个河谷穴很出名啊 这个什么都可以啦 常听到它啊 头动又是它 我们台湾话讲 上港很出名的 下港有名声 就是这个众所周知 文明海列外的 就是两根拇指跟食指中间这个地方 按下去它酸酸的 对 靠近食指这个骨头 压下去会酸酸的 我按中了 终于 压下去会酸酸的 有有有 如果你按的不是很顺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工具 你会叫出来 这个地方 它按到了吗 它当然啦 那我们就靠近 靠近这个地方 那轻轻的 它就会很酸脏酸脏的感觉 对不对 我知道 我现在有按到 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 可是它不懂压哪里 你慢 这要平均一下 这个河谷屑也可以帮助我们可能一些肠胃消化的 不舒服的那一个状况 对 这个是首阳明大肠经的圆穴 那我们医书上谈到五脏六腑之有几者皆取其圆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圆头 就是大肠 消化性 所以如果消化不好便秘那些也有帮助吗 是的 便秘啦或者是拉肚子瀉瀉 我们都可以 拉肚子都可以啊 对 这是双向调节 它可以止痛吗还是这样 止痛也可以 对 就是说我们肚子脏肚子痛 这些都可以达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好 快点来按一按就对了啦 所以你的肠胃可能可以顺畅一点点 但是 意思是刚才好像我们节目之前有说 这个穴位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的 是的 这个穴道呢 像我们这一个如果有孕部 怀孕的观众朋友呢 这个河谷穴呢 就要小心 就不要去按它 为什么啊 它容易有这个滑胎 滑胎的作用 因为它就是 它保持给你顺畅啦 对 因为它就是 对 所以还是要看自己的情况啦 是的 孕妇只有这个 还只有这个河谷穴吗 还有一个 其实有一些穴道是蛮有 但是跟我们肠胃的是没有关系的 肩颈穴是怎样 没有 那个是给孕妇 肠胃孕妇的 那是孕妇不可以做的 是 那想问一下 那除了就是 刚刚你教了我们这里的 老手的 还有其他的 还有一个是脚的是不是 脚的话呢 也是非常出名的 叫竹山里 竹山里 也是整天听到它 竹山里好像一个地方名耶 对 坐着的这个地方呢 膝盖这个有两个凹陷的地方 对 这个叫做内膝眼外膝眼 又叫做堵鼻 就像是牛的那个鼻子 两个凹陷的地方 是 那这个竹山里怎么找呢 就是这个外膝眼 四根手指头 自己的四根手指头 自己的四根手指头 这个叫同身寸 你为什么不能用别人的 因为我的四根手指头比你大 跟你的不一样 是是是 所以这个外膝眼下面 这个四根手指头叫三寸 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骨头 叫做静谷 静谷呢 这个边缘一痕子 大概在这个地方 一痕子 这就是竹山里 对 这个竹山里 是竹阳明魏晶的这个河穴 那再来的话 它是一组的 我们再来一样 下来四根手指头 这个地方 这叫上巨须 上面的上 巨人的巨 是 虚弱的须 上巨须 这个穴道 这个是大肠筋的下河穴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 这一组呢 有三个穴道 是 四根手指头下来 就Doremi这样子下去的 三个地方 小肠筋的下河穴 就是这三个手指头 我们也是可以用这样子 一个点柔的方式 就是照这讯息这样一直下 对 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像好像我觉得我的腿 好像比较粗壮 很难找到那个穴位的话 可不可以这样乱乱敲 也敲到 那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什么 离血不离筋 所以呢 只要是在这一条竹阳明魏晶上面 我们来做一个动作 可能用敲的方式 敲的话 我的手有没有要注意用什么方式 就是大概有点空拳这样 这样子 会有一种酸酸脏脏的感觉 所以我要用我的这一个指关节 大概就是这一个第二指节这个地方 这样子敲 平的这样敲下去 还是尖尖的这里 都可以 你如果耐受程度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用尖的地方 所以它就可以 就是顺畅一点 可能就不这么容易脏漆或者怎样 对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 这些都是这个胃啦 脾胃啦 那个大小肠 它脏浮 它的精气聚集 汇聚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样子敲啦 这样子刺激它呢 就好像起到一个刚刚讲的漏斗 它太多沙子在那边 我们这样咬动它 对 我们整个身体的气肌循环 这个肚子痛啊 肚子脏啊 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那医师 因为左右各有嘛 如果说我不小心 只是做了一边比较多 一边没有做到会有影响吗 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左右都有帮助就对了 左右都可以做 对 不会说不平衡 然后有什么状况 是 很担心 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林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叫我们就是中医如何去植牙啦 是 你看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腹部啊 手指这个合骨穴啊 然后还有我们腿这里 都可以帮助你舒缓肠胃的不舒服 非常谢谢 林医师 谢谢